- Please proceed to the platform 晚上9點50分 板橋高鐵站的外頭排滿等車人籠 - 本電車到站後將開啟左車車門 到了晚上10點17分抵達新竹高鐵站 等著下車的民眾更是擠到爆 座位上方行李架也是堆滿旅客的行李 旅客搶著搭車 就是因為力氣馬強台來勢洶洶 高鐵站已經宣布 9號台中站以北全天停止營運 而台中到左營站間 每小時各發出三班 分別為20分40分以及整點為主 不過迎封面的基隆 台鐵部分火車還未停駛 - 這裡是基隆火車站 我們在火車站大廳可以看到 它上面的這個班字表 一切都是正常的發車 但其實台鐵稍早也已經宣布 9號中午前 基隆到彰化間對號列車停駛 區間車則是是風雨狀況機動行駛 而東部幹線的北回線 以及宜蘭線通通停駛 基隆火車站這個新站出站大廳下來的地方 我們看到這邊路面已經開始有積水了 我們這邊會受到比較強大的風雨的感受 立即馬強台來勢洶洶 就怕會有意外發生 高鐵還有台鐵分別都做出了應對 盼望將傷害降到最低 平安度過颱風夜市 綜合報導 例如說 臺年 在這裡 那來